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科学回忆的题目 我想如果台长又在这里 他又会说一句 又是很适合用来做神秘之夜的题目 当我去找到这个题目 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也发觉 我也很想把一些内容 留下来和台长一起说 因为这个故事太丰富了 很精彩 我尝试在这里开了个头 说一些有趣的历史往事 尤其我们开始说科学回忆的时候 很多时候围绕着一些重要的科学人物的贡献 尤其是科学人物本身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故事 我们也会回顾很多 今天就和大家说哪个人物呢 就是Tesla 今时今日你再说Tesla 你只是想到电动车 但是为什么这个电动车的牌子要改成Tesla 其实几乎100%肯定 就是要向Nicola Tesla 这个人去致敬 今时今日如果你说是我们读物理科学的人 就算中学的朋友都会知道 读中学的同学都会知道 池墙的单位 我们是用Tesla来做单位的 OK 或者有另外的单位 比较小一点的 就用Gauss来做单位都有 但是基本上一个标准池力单位 我们就用Tesla来做单位 现在今时今日 你能够做到一个Tesla 这么强的磁场的磁铁 其实很厉害 Tesla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磁场单位 当然原因就是 因为Nicola Tesla 这个人 他本身在电磁学 有非常大的贡献 而实际上有很多 这些电磁学的装置 是和他有关 甚至乎他基于 他对于这些装置的研究的认识 他也发展了很多新的用途 有些最后的用途 未必以他理想的形式出现 但是他就作为一个先驱者 他就是一个19世纪 末二十世纪初的 一个很重要的电磁科学 其中一个实用的电磁科学 的一个发明家 我都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 因为他的研究 他不仅仅像艾迪生 那样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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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而现在画面上看到 有一个就是 在美国纽约的 大约在三十四街 Penn Station的位置 如果熟悉纽约的朋友 一说 譬如42街 Times Square 或者42街 联合国 接着 接着 向南面数下几条街 34街 Penn Station 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地点 尤其是去到时代广场 和这些34街 Penn Station 就很重要的交通书楼的位置 一些很大型的地铁站 火车站就会在那里 你可以想象 那些地方就像太子旺角尤麻地 那种重要性 或者金钟站 这种重要性 在34街的其中 一个很中心的地段 就有一幢 比较旧式的建筑 叫New Yorker 它是一个酒店 在这个New Yorker酒店 的3327号房 你想想 也有33房 那么高 也算是 如果以Tesla 在那里曾经出现 来说 当时也算是一个 比较高的建筑物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原来在刚刚这个礼拜 就有人出现一些相关的报道 其实Tesla 他本身 就在1943年的1月初 如果我没记错 大约是1月6日 1月7日 就过身 而他过身的地点 正正在纽约曼克顿 的34街 这个New Yorker酒店 的3327号房 那里被发现是过了身 那么现在这间房 就继续保留在这里的 从房子的房子 看上去 你看这间房子 本身是一间商人房 不算很大 但是以在市中心地段 如果大家熟悉 纽约的酒店行程 这个都放到两张床 这个酒店房 其实就已经很贵了 以今时今日来说 你会发觉 我给成千多二千元 港币一晚 都才是住到豆允 这么小的地方 我想很难 其实如果现在 今时今日 你不是在这个 这么旺的地段 去到比较 就是 曼克顿北的地方 随随便 租一间很小的房子 都要成三四百元 美金一万 所以 Tesla 当时 他过了身 在这间房子 他不是短期的住 他主要是 原来一直在 他的生命里面 不仅在最后 是长期 几十年 都住在酒店房子 当然 你预认了 他就是 没有结婚 自己一个单身住 他一直在酒店房子 他一直在酒店房子 而很大的故事 去看 原来他很长期时间 住在酒店 是不付钱的 你要数回 二十世纪初开始 他一直在纽约住酒店 一直在纽约 他却贵了几十年 从1943年去死 他都没有很准时地交租 这儿又要重复他 所以如果说 Nicola Tesla 的贡献 在这些中间这些 孔利 以及如何引申到其他 后来的发明 那儿又有一堆东西 容許我在這裏集中討論生平的趣事 尤其是跟他住酒店付錢有關的故事 這裏你會發覺,我很想解答一個問題 究竟這一位在物理學上被視為這麼重要的人物 我們有一些基本的物理量單位以他命名 然後他也有300項專利權 他應該是很有錢的 他最後怎樣是比較老闆的 自己一個人在酒店房子死了 然後長期不給錢去住 而他也可以繼續這樣住 究竟背後的存期是怎樣呢 跟大家一一去介紹 這裏再說一兩句這間紐約酒店 大家如果一看就知道 當次不是最高的那些 今時今日好一點的酒店 就一定不止這樣了 但如果你在美國的酒店 尤其是紐約市一些東岸 舊式的酒店 就算去到華道夫這些最高級的酒店 你會發覺裡面都好像 有一股粒味、霉味、很舊的樣子 但你別管 你居住在古堡、古董的感覺 就是他的格調 就是他貴的地方 他會很舊的 但他的裝潢就令你重現 好像活在百多二百年前的感覺 而這間紐約客 今時今日來講 那個檔次都不是太高了 好像現在去到三星 紐約的酒店 你講得多少星 你心裡最好減定一顆半 就是實際上你看到那個東西 如果我自己曾經接觸過 一些紐約所被平定一星的東西 我試過在那裏住了幾晚 我可以告訴你 那裏簡直是慘過爛銀營 就是慘過監倉 可以這樣說 這些將來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多些 現在專心講回Tesla 他本身的故事 在他晚年的最後一年多兩年 他住了在紐約客酒店 而他之前不停地被迫遷 遷留了很多間酒店 這裏就讓大家看看一個新聞 就和他的酒店生活有關 這個文章 其實是好幾年前有人回顧 就是說 Tesla 他自己究竟是怎樣找 這個酒店房的數目 其中一個 就有一間叫做 Governor Clinton Hotel 就是大約在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在他事業的中後期的時候 已經開始 這個事業跌下來的時候 其中一間賴皮住了很久的酒店 他用什麼找數呢 他就用他自己聲稱其中一個的專利權 就叫做Death Raid 我姑且就譯他做死光 一種這樣的發明來找數 很多時候你知道的 專利權這些東西 你不一定要搞出來的 你有概念 你已經可以鑄紮到專利權 最後搞不到 你就可以慢慢自己搞出來 實際有東西給他出來 有人會覺得 不是的 我想先搞 我就要跟你去買了專利權 然後才可以發明出品 死光這件事 如果你說今時的天 問你什麼是死光 你第一件事想激光 是不是 但很明顯的 那個年代 是1920年 他死的時候 是1940年代 未有激光這件事 這個概念出來的 在那個時候 Tesla想的這個死光 是一件什麼 就變得很神秘了 OK 而他最後 一直都沒有發明出來 有後人想 甚至乎在他死後 有美國負責去研究 軍事武器的單位人員 就去Tesla 這個New Yorker Hotel 的3327號房 看看他當時在搞什麼 看看他的筆記 看看他有的器具 看看他所謂的 其中一件去想的 新法名叫死光 究竟是有什麼死法 現在最後都發覺 正如很多的法名家一樣 他展示了很多出來 很厲害的東西 其實背後也有一百樣 想了出來 是沒有什麼成效 不成功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覺 你說法名家 有如愛迪生也好 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 Trial and Error 嘗試過很多次發明 然後失敗的故事 其實Tesla 這些故事 也一見都不缺少 在Tesla的生平 比較有事業 早期的時候 他真的在愛迪生 Edison 那個公司 打工 現在今時今日 美國其中一個 供電商 Con Edison 其實就是 跟愛迪生 這個人 人名有關 而Tesla 他自己也都在 Edison 這個機構 專門從事 這些電磁器件的發明 當然 我們知道 後來有很多的概念 影響後世很多 例如遠程的電磁通訊 尤其是 無論是能量的傳輸 和資訊的傳輸 這又要說回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 酒店賴像的 正正就是 我們今時今日 都認為 在紐約最豪的 其中一間酒店 就是華道夫酒店 他在1900年左右 20世紀初 就長時間住了 華道夫酒店 他居住的地位 一直不算 最後要怎樣 就是把他在長島 其中一個實驗室 變賣了 他的實驗室 是建了一個 一個地方叫 Wardencliffe 建了一座 很大的 怪獸型 一個大蘑菇形狀的 一個電磁天線 他聲稱 要發明一件事 就是要做一個 可以跨越大西洋 做無線電傳輸的 一個天線裝置 其實就是這樣說 他算是 他做無線電 跨地域 跨州份 大公率的無線電傳輸 他是第一人 但最後 成事的 不是由他做出來 但是在他做的 都未做成 整個廠本身就廢了 甚至最後 以一個 把那個地方 也不是 賣了一個偉大發明 偉大建築的形式 來去找數 是把他當成一件爛鐵 一個地去變賣 出來的錢 拿來找他 住在華道夫酒店 那條數 找完數之後 當然 大家都看到 你還有什麼好找數 如果沒有的話 就過煮 於是他一路 搬了五、六間酒店 而其中一間 這間叫做 Garvernor Clinton Hotel 就是在他死前 就是他最後死前 就是在New York Hotel 但是他中間 亦住了 Garvernor Clinton 這間酒店 竟然 相信他 一件事 知道你 就 做得越來越不行 沒什麼錢 但是 相信你這個人 還有很多 專利 以Tesla的往績 也發明過很多厲害的東西 厲害的地步 令到他足以 贏得到美國 甚至在他的家鄉 在南斯拉夫 有很多的榮譽 甚至乎 去到最後 New York Hotel 那些錢 其實都是由南斯拉夫 政府有份 幫他付的 你可以看到 他 還有些 餘力 去維持自己 建立下來的工業 他的名譽 令到他晚年 有得養老 這裏就說到 在Graphander Clinton Hotel 裡面 他發生過一件事 很有趣 他當然一直在住 霸足別人的房間 又長期不結帳 去長住 他怎樣跟酒店說 我有錢給你的 就是什麼呢 我現在有個專利權 就是在搞這個死光 我就這樣 你要我賺錢 沒問題 可以 我現在還未能賺錢 但總之 由這個死光出來 我就壓住專利權 在你那裏 我搞到出來的錢 絕對調整了 這個數目 那酒店便順利 其實他已經用過這招 不止一次 以特斯拉當時的聲譽 的確 他曾經有很多偉大發明 是賺過錢的 但只不過 他後來 也懂得到處找人 去給錢 去建造他的實驗室 他做這件事 去開發 他不只是坐在房間裡 就可以 他需要一個資金去周轉 所以當時 你會體現到一個行為 就是 紐約作為一個冒險家的樂園 他剛才在長島 建了Warden Cliff的裝置 搞不定 然後就變賣了 拿來找去華道夫酒店的數目 他還未心死 要再來 他就再重複這個發明 賺錢 賺大錢 然後這個模式 繼續重複下去 他就怎樣 他就寫信 去問人拿錢 他因為他不是在任何大學 亦都未有這麼成熟 叫做申請撥款的制度 他就直接寫給誰 在紐約找一些大有錢人 他找誰呢 他找JP Morgan 他就找到JP Morgan 贊助到他 去建一個實驗室 讓他繼續做研究 當然也可以養起他 但Morgan死了之後 JP Morgan 就繼續寫信給他的兒子 繼續留錢 但隨著他的事業走下 人穴老 也有很多事情 搞不出來 如果你是說死光 和我們今時今日認識的激光 概念也差很遠 他的研究很多時候 就是著重在電池的器件上 比較少走到原子的層面 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在他死後 去檢視他 其實他還在玩什麼 來嘗試發明新東西 都是拿著電阻 電容 線圈 無線電天線 在這裏 拼來拼去 其實你如果看回後來的發展 你基本上這些東西 也要走到一個越來越細緻的結構 在一些新的物理那裏 找一些新的機制來做一個效果 電池的天線 如是 甚至乎後來的激光 那個故事也如是 這裏你就會看到 這種發明家 去自主去找贊助研究的模式 由這個二十世紀開始 尤其是經歷過這些 二次世界大戰 整個原子彈這樣的級數 這些project之後 一個有系統化去找 有機構贊助研究 然後去寫計劃書 去發明新的那個模式 就一直在二十世紀的中後期 隨著那個戰後 就越來越成熟 Tesla自己是1943年過世的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從今天的角度看回 當時已經是異戰的時期 而他的研究力 和整個人本身在想的事情 很多時候已經是過了氣 大家亦都覺得 他是過了一個比較老島的生活 這裏就好像到後不到廢 暫時說到這裏 我就想拿這個題目 和台長再談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些新的角度 和他講多一些精彩的事情 尤其是由他神秘學的角度 看看會不會有些更加有趣的故事 今天五節的內容來到這裏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 拜拜